我就纳了闷了 我就是给鱼缸捡了一下水草 洗了一下过滤桶 鱼还给气死了 所以咱们这个小鱼缸成井了 今天我们要给它做一个维护 先给它动剪刀 修剪一下水草 我们修剪的目的是 让它这个树冠层次更加分明一些 再给钢壁上的绿枣刮一下 之前有好多朋友问我 钢壁上长了好多绿枣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办 他们想着说用什么生物给它除枣的 你们觉得用什么样的生物 可以把钢壁上的绿枣给处理掉 反正我平时的时候都是用刮枣刀 直接就这样刮一下 像我们比较大的鱼缸 我会用磁力擦 尤其是那种强磁的磁力擦 刮的是比较干净的 小鱼缸直接刮枣刀 轻轻的一刮就行了 像这种表面看着没有什么绿枣 刮一下就知道了 刮完枣以后咱们去清洗一下过滤器 这个过滤器是三层小里的 有好多朋友是看不上这种壁刮过滤器的 但是我觉得用的还是挺好的 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水流也没有问题 然后过滤脏东西 看一下这里面很脏了已经 这里面赠送的有生化棉 这个也是生化棉 这个生化棉它是可以反复清洗的 这个不要丢掉 它是洗不烂的 水都变黄了 为了避免今后把生化棉给堵了 搞得那么脏 我们把上面给它塞一块羊绒棉 这种过滤器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把水给它加满 这个地方有一个除油膜器 它是可以把羽缸上面的油膜 还有一些浑尘杂质 统统给过滤掉的 水下的位置有一个旋转的转盘 如果我们调节的太严重 你看 这个除油膜器直接就陷下去了 让水流缓慢的往里面进 这个时候才会起到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除油膜效果 有好多哥们不明白这个原理 我们要把下面的进水量调小一点 让它从上面进水 这个时候符子往下面沉 才会有水往里面流 才就起到一个除油膜的效果了 羽缸里面散路的墨丝要给它捡走 要不然长得越来越多 鱼缸修剪好之后 也就这么着了 咱们也没有收拾多么干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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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